就在前两天 星空官网chall me的更新了游戏的部分时间表 从2050年到2328年 将近280年的重大历史实践 那么本期视频 我就和大家仔细的过一遍这些时间 再聊一聊我个人的一些小想法 相信我看到最后你一定会 看到最后 迄今为止的故事 2050年 人类首次登陆火星 到了2100年 人类已经能够在太空中生活 时间上来说呢 还有27年啊 加油 人类加油 NASA加油 2156年 人类登陆南门2 距离地球4.37光年 这个星系名字 也可翻译为半人马座α 是距离太阳系最近的星系 在2050年 人类登陆火星 花了50年时间 才开始在太空定居 然后又花了56年时间 就可以星系间旅游了 2159年 联合殖民地落成 后文呢 简称为联值 2160年 新亚特兰第四城 于2161年建立 并成为联合殖民地的官方首都 根据英文版 我个人的翻译为 2160年 新亚特兰第四城立 并在2161年 成为了联值的正式首都 所以从登陆到建成 花了5年时间 从建成到成为首都 仅用了1年时间 看来这期间速度也还可以啊 2167年 索罗门克尔定居夏安星 并在该星球上 建立了首个定居点 巴基拉城 这个单词 在百科上的翻译是夏岩 不过在官网中文版 虽然有可能也是积翻 和动画短片中的翻译为夏安 所以依旧采用了动画中的翻译 在星图中可以看到 夏安星距离太阳系和南门2 还是有一点远的 属于在另一个方向了 2188年 克尔邀请沃利星系 与夏安星系一起加入新联盟 自由星系联盟 后文呢简称星联 自由星系联盟 于2189年正式成立 从星图上看 两个星系相隔呢 其实也是有一段距离的 2194年 联合殖民地 将名为星际诊所号的星际站 安置在纳里奥星系 迪伯拉星附近的轨道上 纳里奥星系的五党派民众 认为这是连职试图扩展边界的举动 并要求连职搬走星际诊所号 此要求被连职拒绝号 纳里奥星系的人民投票 加入了自由星系联盟 星联于2195年 以集体动员的形式 保卫纳里奥星系 2196年 作为对星联动员的回应 连职派遣一支舰队 进入了纳里奥星系 这越来越热闹了啊 而星联呢 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反击 从此拉开了纳里奥之战的序幕 序幕 看来这里序幕也挺发达的 2216年 公众情绪在纳里奥之战进行期间 持续恶化 最后连职与自由星系联盟 在2216年签署了纳里昂条约 为这次冲突画上了句号 定居星系群一词 在条约中得到正式确认 战争啊 持续了整整20年之久 221年 星联游戏兵 是一支由精英组成的保护和调查部队 致力于为自由星系联盟的 所有公民服务 2275年 群星组织呗 包括杰出的物理学家克鲁一包 塞巴斯蒂安的门生 与最年轻的组织成员 埃吉亚 梅马萨 植物学家 建一种植物学家 达柳斯 安德里斯 富有的女继承人 和冒险家 伯纳戴特 劳伦特 前走私者 埃弗拉多 以及生物学家和内科医生 卡德里托马 他们在新亚特兰蒂斯城 建立了漏市 哎 不有漏市名吗 以满足未来几代 群星组织成员的需求 唯无得心 这几位主创 在实际演示中 并未露面 不过距离游戏时间线 仅仅是在55年之前 所以说不定 我们可以看到 还活着的主创成员 例如最年轻的这一位 埃吉亚 梅马萨 2305年 巴雷特加入群星组织 当时群星组织 刚好成立30年 这一位巴雷特 我想大家都见过了 在游戏初期 就会和玩家相识的 那坡斯 牛皮虫 很可能是玩家的上司 给了玩家一块表 并把玩家 引荐到了群星组织中 可以说 这个巴雷特在游戏中 绝对摘有着 举足轻重的位置 人家七位星座组织的创始人 群星组织的创始人 才能共用一个年份的介绍 而这一位巴雷特 短短一句话 就要为他单临出来个年份来说 可见他的身份和地位 当然这并不完全是一句玩笑话 因为根据后文 我们可以知道 巴雷特加入群星组织 甚至比目前代理主席 沙拉还早 所以在游戏中 他应该是一位 元老级成员的存在 不过你加入的早 怎么职位不是特别高啊 还是说你其实是真正的主席 他有四个技能 分别是 四级的太空船工程学 三级的离子数武器系统 二级的机器人学 那么说不定 他参与了 挖子口的开发工作 以及一级的美食烹饪法 哎呀 明白了啊 原来手办和美食 容易影响升职啊 2307年 自由星系联盟 开始在 Lunala星系的 维斯塔星发展农业 2308年后 也就是仅在一年之后 联合殖民地 声称在第四个星系 建立殖民地的 自由星系联盟呢 违反了纳梁条约 在外交谈判破裂后 连职开始围攻维斯塔星 并杀死了所有 留在星球上 或被带到星球上的保卫者 殖民地大战正式开始 在这里聊一下 段落中提到的 星系星球名字 Lunara 这个名字呢 我没有查到其根源 不过Vesta确实是一颗 现实中存在的星球 造神星 是主小行星带中 体积最大的天体之一 平均直径525千米 在1807年呢 由海英里希 奥伯斯发现了 Vesta一词呢 为拉丁语 在罗马神话中 是家庭和秘鲁的 在罗马神话中 是家庭和秘鲁的 女神的名字 代表了女性的真洁 贤惠 善良等品质 想了解更多 关于星系名字彩蛋 或是本源的观众呢 可以看我的这期视频 2310年 群星组织 获得了他们第一件神器 并将其藏匿在 群星组织档案库里 组织在275年成立 到2310年呢 有35年的时间 所以这么多年 组织才搜索到 第一块神器吗 或者是组织在成立初期 并非以搜索神器为目的 2311年 经过数年的冲突之后 一直由自由星系联盟 民用和军用飞船组成的舰队 使用游击战术 摧毁了连指海军的主力飞船 随着下一星之战的结束 人民帝大战呢 也实际上宣告了结束 大战从2308年开始 2311年结束 持续了4年时间 2315年 作为对自由星系联盟 在殖民地大战期间 使用民用飞船的回应 连指先锋队成立了 先锋队是连指自己的平民海军 有使用自由飞船的平民组成 他们承诺保护联合殖民地 及其利益 而这项服务的最终回报 是联合殖民地的公民身份 相关内容呢 可以参考之前出的 动画短片解析视频 2319年 沙拉摩根成为连指领航部队 最年轻的领导 但该部队呢 2320年解散 因此他在这个职位上任职的时间 极其短暂 失去归宿 但仍然渴望施展自己所学的摩根呢 加入了群星组织 最后手晒黑了 变成了黑手摩根 沙拉摩根 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牛皮虫了 黑手摩根不是 在后文中可以知道 他在2425年 成为了群星组织的代理主席 所以在游戏中 当玩家与他相识时 是组织的代理主席 或者是更高的职位 在游戏中 玩家可以招募他成为队友 他也极有可能 带有一条完整的 个人攻略剧情任务 并成为玩家可以攻略的对象 他有四个技能 分别是 四级的天体动力学 三级的雷射武器 二级的领导力 以及一级的植物学 不过他曾经是领航部队的领导 不是应该有一些 领航方面的知识技能吗 2321年 定居星系群 大型兴建制造商之一 斯特劳·埃克伦集团的 共同所有者 沃尔特·斯特劳 加入群星组织 并成为该组织的主要投资者 欢迎群星组织最大赞助商入住 他在实际演示中也出现过 并且在视频中留下了经典名句 大概意思是 要投币 2322年 前身红舰队海盗 弗拉蒂米尔·萨尔 加入群星组织 看起来很强大的牛皮虫 2325年 沙拉·摩根担任星座组织代理主席 2319年加入组织 仅用了六年时间 就成为了代理主席 我用了六年时间 连个百大都没登上 童年2325年 你的童年 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神学家 马迪奥·卡特里 加入群星组织 在实际演示中出现过 他坚信世间有科学 无法解释的东西存在 那就对了 这世界当然有科学 无法解释的东西存在 就比如这些个视频 质量这么好 为什么三连这么少 太无法解释了 2326年 瓦雷特发现了 群星组织档案库中的 首尖神器 并知道它肯定具有不凡之处 你更不凡兄弟 你已经在时间线上 出现第二次了 在英文原文中的这里 写的是 Original Artifact 缩写是OA 所以有可能是指群星组织 在2310年找到的那一件 也就是他们找到的 第一件神器 那么根据上下文 我个人猜测 有可能在2310年 瓦雷特并不知道 组织找到神器这件事情 而由于组织在找到神器之后 就把它放在了导案库 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 也没人检查一下它 然后在2326年 瓦雷特去导案库中的时候 发现了神器的不凡之处 那么很可能 它是想检查一下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是吧 结果触碰到了神器 从而发生了幻象 所以由此 群星组织才发现了 神器的不凡之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瓦雷特的重要身份 也很明显了 因为如果以上推断为真 那么玩家和瓦雷特 是群星组织中为二的 在触碰神器的时候 出现幻象的人 2326年 与沙拉摩根通信输越后 研究生兼天才科学家 诺威尔 被邀请加入群星组织 是这一位妹子 它是沙拉摩根的高徒 2327年 星连游戏兵 萨姆克尔 与女儿克拉 加入群星组织 根据姓氏 它很有可能是 阿基拉城创始人 索罗门克尔的亲戚 在实际演示中 出现多次 并有和另一位牛皮虫 诺威尔 谈情说爱的镜头 等等 所以它是单亲父亲 那么这个镜头也表示 游戏中牛皮虫之间的 感情故事 也会有一定的发展 有可能成为情侣 那么也有可能分手 之类的是吧 它依旧有四个技能 分别是 四级的领航技术 三级的步枪资格 二级的运载 可能是可以增加 飞船的运火量的 以及一级的地质学 2328年 安德烈亚加入群星组织 安德烈亚 听起来像是一个女性名字 所以我猜测 很有可能是在群星基地里的 这个人 非常神秘的角色 在实际演示中 几乎没有几个镜头 而在这里的介绍中 也寥寥带过 应要我个人 架个设定的话 如果她是一位女间谍 会不会可以 为剧情增加一些冲突感 而且她在2328年 才加入群星 应该是目前来说已知的 除了玩家自己 组织中最新的成员了 但是这里的人 通过一副样式 很有可能是萨姆克尔 所以这一位女性 也有一丢丢 可能是克尔的女儿克拉 但看着克尔年龄 还挺年轻的 所以她的女儿 应该不会这么成熟 大家好 这里是后起重 在我今天解释频的时候 又在网上找到了新料 某家3D建模公司 在其网站上 泄露了游戏中 卡拉也就是克尔女儿的3D模型 虽然现在官网 都已经把相关的资料删掉了 不过从网上泄露的图片来看 克尔的女儿卡拉 其实还是一个 未成年小女孩的卖貌 所以这里说的 加入群星组织 并不是说卡拉在年龄上 已经能够工作了 只不过她们可能 一起居住在群星组织 这一栋楼里 加入了群星组织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如果这里的 物料泄露是真的话 那么这里的神秘女子 就是叫这个名字 并且我推测 她可能就是某个组织的间谍 我瞎猜啊 瞎猜 2328年 巴雷特说服群星组织 购买群星组织 购买情织站 勒868 并将其改装成 绰号探查之眼的 深空扫描仪 她成功的上演了帽子戏法 在这里用了说服一词 说明她在组织中的地位 并不高啊 作为元老级人物 混的真的是非常的躺平啊 这个情织站 我们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啊 原来也是巴雷特 从用组织买的 在18年的游戏官宣 宣传片中呢 就以主角亮相 并在23年3月份的宣传片中 正式公布了其名字 奇怪的是 在宣传片中呢 它的名字是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 一个字母上的区别 当时宣传片中有两句台词 这两句话呢 就解释得通了 演就是这个 乐八六八星际站 大异常迹象 就是扫描神器的结果 发现一切的根源 则是游戏的主线剧情 我在想 既然群星组织 可以把星际站 改装成扫描仪 那么其他组织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做 那么玩家在游戏中 是不是可以 不去任何的神器所在地 而从其他组织成员中 抢夺神器来通关呢 或者这一座星际站 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它也将会变成 各方势力争夺的物品 最后 公元2330年 星空的故事由此开始 这一年的这一天 也就是2023年的9月1日 以上 便是本期视频主要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大家对以上的下述 还有其他的观点和讲话吗 不妨在评论区一起讨论交流吧 最后别忘了 原来大家也在终于频道 外人都欢迎订阅 我是下周门 下期视频 拜拜 呜呼